现行第三代菲亚特熊猫车系于2012年上市 上市至今5年 对这款菲亚特品牌最小型的车款来说 也早已过了产品中期该改款的时间带了 尽管如此菲亚特还是决定将于今年底推出三代熊猫的小改车型 而小改的原型车近期也在瑞典北部地区被捕获 从叠照看 小改熊猫以全新的前摩氧钢设计 搭配头灯组 雾灯组及骤性灯的排列修改 让车头呈现不同的视觉感受 车尾部分小改熊猫看起来似乎将维持原本的设计 不过当伪装卸除时 车尾的视觉呈现也可有所变革 动力部分输出85匹最大马力的0.9升 追埃上双缸涡轮汽油引擎 与输出95匹的1.30MultiJet四缸涡轮柴油引擎 均可望沿用 而菲亚特也渴望为小改熊猫车系 追加输出更强大的动力心脏 约其小改款第三代菲亚特熊猫车系 将会在今年9月份的法兰克福车展上正式发表 本期内容由天下有车整理创作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积极留言